快筛阳性 所以我就说啊 那我也来筛筛看好了 结果 清楚的两条线 拿着快筛季出现两条线 以模仿费雨情出名的歌手林俊逸 三号晚间直播自爆 前一天聚餐的有人快筛阳 自己做了两次筛检后都是阳性 因为目前就是喉咙有点痛 然后稍微有点小咳嗽 看到两条线之后才就 我是不是觉得喉咙有点痛痛的 喉咙痛声音沙哑 尽管症状轻微还是紧急PCR 四号凌晨一点多 他表示睡到一半起床 检查健康存折 发现结果是阳性确诊 原本就跟朋友合租房子一人一室 林俊逸未来十七天的工作 都喊咖开始修养隔离 而上个月确诊的演员李燕 则带来好消息 确诊其实一点都不恐怖 其实你看我现在其实是 哇跳跳很健康 本土剧一家团圆遭疫情重创 先是在上个月十九号 证实染疫的女主角李燕 三号下午晒出自拍 只见她绑起马尾 双甲红润气色很不错 透露已经出门 但不知道大家看到我会不会害怕 艺人好友们纷纷说 不怕不怕恭喜出关 粉丝祝福 喊平常心 看待就好 同一天下午 女星严厉婷透露 做了快筛 结果是一条线阴醒 但到了晚上 却出现第二条曲线 让她直呼是想要吓死谁 网友纷纷指出跨下结果 只有在十五到三十分钟内有效 超过时间 所呈现出来的结果都不算数 还笑亏是累确诊 也有人建议她不安心 可以再做一次 疫情紧张 演艺圈人人自为 大爱电视 即时职人聚搜寻者 从一月底开拍 如今剧组决定 四月三十号拍摄结束后 五月先做预防性的停拍 观望疫情变化再开工 TVBS新闻玲珑士 红一天台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